为了提供更安全优质的交通道路环境 高雄市交通局针对市区六处易造势的路段进行改善 因为每处道路的地方特性以及造势形态都有所不同 因此交通局也特别研拟出不同的方式来优化道路 这几个路口其实大概有几个共同点 一个是转向的侧状 就是不管是左转或是右转 那另外一个是同向的侧状 就是变换侧道可能不当 那另外就是违规还有就是追撞可能超速 所以我们在改善上其实就是针对这三个部分去改善 那各个路口其实因为它还是会有些微不同 那这次比较特殊我们是每一笔的造势事故 我们都有去画那个事故的碰撞构图 会让我们更容易去做一个更详尽的分析 民族路以及高南公路是南北上的主要干道交通量庞大 车速快稍不留意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而经过交通局实地勘察研绎 也透过绘制纸上线 以及相关的标线与标志 希望能够降低势顾虑 到路口的时候有一些分流式的标线 上流我们就可以提醒大家 你要右转就要靠右 不要到路口的时候才右转 这样才不会跟你执行的车辆 有一个车状状况 那左向转弯的部分 我们加了一些导引线 然后也把它的行程的动向稍微做一个规范 让大家在新车上会更顺畅 交通局也进一步提醒用路人 除了道路重新设计标线与规划之外 遵守交通规则也相当重要 希望透过交通局持续优化 以及市民朋友的配合 降低事故率确保道路的安全 记者李嘉隆 潘文玉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规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规划